欢迎来到猴哥财经 今天是1月5日星期四 今日美国股市整体收跌 道琼斯指数下跌1.02 标普500跌1.16 纳斯达克跌1.47 这主要是因为 今日公布的两则经济数据显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非常的强劲 因此强化了投资率 关于美联储将继续加息 以遏制通胀的预期 在周四早上 美国ADP就业机构报告称 12月私企雇佣人数增加了23.5万人 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的15.3万人 同时这份报告也是明天 非农就业人数的前兆 预计非农数据也会是类似的趋势 另外今日美国劳工部报告称 截止12月31日当周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为20.4万人 创下了自去年9月24日以来的新低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22.5万人 所以今天的这两则宏观数据看下来 美国经济整体仍在大量雇佣新员工 同时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越来越少 这都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非常的强劲 预示着美联储需要被迫采取进一步的收紧政策 另外也要提醒会员朋友们 除了每日盘后的市场总结 我们也会在盘中对最新的消息做报道和分析 比如说今天的ADP数据发布以后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更新 我们希望在2023年把会员圈打造成全网最丰富最全面的会员频道 成为财经信息的一站式平台 所有焦点信息的点评和分析 市场情报的搜集 疑难杂症的解答 深度科普类视频 还有图中所写的所有信息 都可以在猴哥财经的会员圈找到 希望帮助大家省区追踪各类中英文财经APP的时间 我会把加入的链接放在介绍栏 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收回正题 那今天的经济数据显示就业市场依然非常火热 这也直接导致美股出现了下跌 而这完全是因为市场预计 美联储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收减政策 在昨天的视频中 我们刚刚解读了美联储12月份的会议纪要 错过的朋友们可以回看一下 在纪要中有一段话非常重要 美联储写到最新的通胀数据中 不包括住房的核心服务价格上涨速度依然很高 这是核心PCE价格通胀的最大组成部分 而这部分的通胀往往与工资增长挂钩 因此如果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 这部分的通胀可能会持续走高 因此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 工资将会开始下滑 所以必须等待通胀的这一组成部分降低 才能使劳动力市场恢复更好的平衡 那通过以上这段话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 在之前12月份美联储开会的时候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科技行业大量的裁员 指向薪资会有所放缓 但当时美联储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工资依然过高 这也就导致通胀的核心部分保持在高位 因此之前通胀数据的放缓 在他们眼中还不是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 那今天看到劳动力市场强劲的数据以后 更是再次肯定了美联储当时的观点 就是他们最关注的核心通胀 目前完全没有下滑的迹象出现 因为劳动力市场依然非常火热 所以美联储政策的转向更加遥遥无期了 在图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今天的消息发布以后 市场对美联储终端利率的预期也大幅攀升 终于到了5%的位置 而这也只是美联储此前给出的区间的低点 我们昨天的视频中还在讲 市场不愿意相信美联储的话 一直以来都在压住美联储会在更早的位置停手 那一夜之间预期就发生了变化 当然我相信不会停留在这里 对终端利率的预期 会随着今年各种各样的消息更大幅度的波动 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过的 预计今年的股市会比去年波动性更高 激烈的反弹或下跌会变成加长变翻 那同时在这张图中我们也看到 市场对今年下半年减息的预期在今天也出现了下降 从之前43%左右的概率突然下降至38%左右 很显然市场对今年减息的希望也开始降低了 那其实在12月的会议纪要中 美联储所有官员都清楚地说到了 一致认为2023年不会出现任何的减息 所以其实这一直以来也只是市场的一厢情愿 试图与美联储对着干 那在一夜之间这个预期也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接近美联储之前所给出的指引了 在今天发布的这两则经济数据中 最重要的则是ADP的就业报告 因为通常这都是周五即将发布的非农数据的预告 ADP今日的报告称 美国私企在12月份增加的职位远远超出了预期 就业人数增加了23万5千人 远超出市场预期的15万3千人 甚至是11月份报告的12万7千人的一倍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或者说是惊吓 因为市场最近都期待就业人数能够放缓 经济开始冷却 这样美联储才能够停手 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数据不但没有放缓 还在不断加速升温 这也预示着美联储还没有理由放松他们的收紧政策 具体来看在12月份中 虽然商品制造业增加了相对少的2万2千个职位 但服务业却意外地增加了21万3千个职位 其中以休闲和酒店业为首 一共增加了12万3千个职位 专业和商业服务增加了5万2千个职位 而教育和卫生服务增加了4千2 当然这背后也有很多的解释 比如说圣诞节是旅游季的高峰 可能很多服务业的企业被迫大量招人填补空缺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 您本人或者身边有没有从事服务业的朋友 在美国这些行业的招聘市场 究竟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否还存在大量确认的情况 ADP今天的报告还指出 所有行业的年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3% 尤其是休闲和酒店业增长了惊人的10.1 而这也仅是对于没有更换工作的员工 对于找到了新工作的员工 他们整体的年薪平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2 所以的确2022年是找新工作涨新的好机会 不知道大家的薪资是否也看到了类似的涨幅 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来看 薪资的增长相对的平均 无论是20到49人的小企业 还是500人以上的大企业 基本薪资的增长都在7%到8之间 没有太大的差异 不过ADP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劳动力市场虽然强劲但相对分散 招聘情况因行业和企业规模而异 比如说在2022年上半年大量招聘的行业 在去年最后一个月却放慢了招聘的速度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出现了裁员 那这里他所指的可能是一些科技公司 还有比如说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 这些行业在12月份总共裁员了2万4千人 自然资源和采矿业裁员了1万4千人 金融行业裁员了1万2 所以的确有很多的行业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裁员 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修行和酒店业引领招聘以外 专业和商业服务在12月份招聘了5万2千人 教育和卫生服务招聘了4万2千人 建筑行业也招聘了4万1千人 如果我们从企业的规模来看 就业增长在中小型企业中平均分配 总共增加了38万6千名员工 尤其是20到49人的小型企业 以及50到249人的中型企业招聘最多 但超过500人的大型企业却一共解雇了15万1千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大企业都已经开始裁员 但中小型企业还在不断的招人 那这背后我也能想到一些解释 比如说一些大企业在前两年过于激进的招聘了大量的人才 尤其是开出了很多非常高的薪资 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就挤压了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 但现在随着经济的放缓 大企业发现此前过度招人了需要裁员 而同时一直未能招满员工的中小型企业 终于有机会填补他们的人员空缺了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猜想没有数据的支持 明天我们即将迎来非农就业数据 目前市场预期就业岗位将增加20万个 失业率将稳定在3.7% 而要知道在11月份的非农数据中 当时就业人数增加了26万3千人 远高于ADP11月份的数据13万人 所以明天的非农数据也不是特别的乐观 当然我们之前讲过 因为非农数据是基于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 经常会出现对前职的修正 所以明天我们不仅要关注12月份的非农数据 还要关注他们对11月份数据的修正 也很有可能时间上的差别导致非农数据 已经在11月份提前计算了12月的就业人数增长 总之根据今天ADP的数据来看 很显然劳动力市场不仅仅是火热 而且是异常的火热 这对于市场期待美联储能够早日停手是非常不利的 而这也使我们陷入一个困境 就是如果劳动力市场强劲 说明经济好 美联储还要进一步收紧 这对股市不利 但如果经济不好陷入衰退 各大企业的利润将要进一步下滑 这对股市也是不利的 所以至少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 2023年我们将面临双重的压力 今天的另外一则消息 同样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 美国失业金申请的人数低于市场的预期 在上周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了20.5万人 低于市场预期的22.5万人 这将过去四周的平均值 推至了10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要知道当时是劳动力市场最火热的时候 那同样在这一周 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也小幅回落至170万人以下 这说明很多美国人 依然都能够找到新工作 甚至很多失业了一段时间的人 也都在上周找到了工作 同样说明了劳动力市场 依然非常的紧张 从不同的州来看 肯塔基州 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的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 下降幅度最大 而新泽西州 纽约州和密西根州上周的升幅最大 所以这份数据也告诉我们 在美联储的不断努力下 途中的红色线 也就是金融环境指数 已经有了明显的收缩 尤其是自12月14日 美联储再度加息以来 市场情绪再次紧张了起来 但在这期间 美国劳动力市场却还在不断的升温 而这也是美联储所认为的 想要通胀下降最关键的指标 很显然这一切都指向 美联储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还需要进一步实施激进的收紧政策 今天美联储官员 圣路易斯的联储银行行长 詹姆斯·布拉德也进行了发言 最初听起来他对通胀相当的乐观 他指出通胀可能在2023年放缓 但美联储的政策尚未足够限制 在接下来进一步加息以后才能完成任务 关于经济问题 他表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将放缓至2%左右 同时就业市场仍然非常强劲 不过后来他的语气变得更加鹰派 或许是受到了新数据的影响 他表示通胀的缓解速度可能比市场预期的要更慢 他仍然预计美联储将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更高的利率 以降低通胀 并且他并不认为通胀目标的设定会发生任何变化 并表示改变通胀目标将是一个糟糕的想法 布拉德还补充说 在缩减资产负债表方面需要取得更多进展 在6到12个月以后将重新进行评估 而且美联储近期迅速地采取收紧政策是件好事情 现在强劲的就业市场为美联储提供了对抗通胀的绝佳机会 从2022年秋季开始 美国经济最终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那他的发言也证实了 美联储非常密切关注美国劳动力市场 今天的数据绝对是非常不利的 明天的非农数据将会是焦点 如果和今天的ADP数据一样远远超出了预期 那很有可能导致美股进一步的下跌 不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数据有一定的关联性 市场今天必定已经调整了明天对非农的预期 所以只要最终的数据能够低于或者与预期持平 那美股也有望在本周的最后一天出现反弹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